惠州大亚湾区域一直以楼盘众多,房地产供应量巨大,闻名于大湾区 本期视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目前大亚湾在建和在寿楼盘最密集,数量最多的一个片区 大亚湾的科技园片区 同时,本期视频也可以看到这里的重要教育配套,西区第五小学的建设进展情况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起飞后我们先沿着大亚湾大道一路向东南方向飞一下 在空中简单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拍的片区的全景 另外,我们也从大亚湾科技园片区的两个地标建筑处开始 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写字楼 目前这里也是大亚湾科技园的标志建筑所在 好,我们从这里开始 首先,右边箭头说者的位置是惠深沿海高处澳头收费站的所在 然后,我们右前方这个一共两栋的小楼盘名字叫雅德明居 然后左边的这个写字楼叫一品明氏大厦 它后边就是创新大厦 这两栋写字楼也是目前大亚湾科技园最主要的两栋楼 然后在创新大厦后边这两片已经动工的工地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里要建设两栋很高的大厦分别是大安大厦以及中任达大厦都是超假级写字楼 这两栋楼如果能率先建成将直接变成目前大亚湾的第一高楼和第二高楼 效果图我放到右上角了 然后我们从创新大厦这里开始介绍 创新大厦的楼下是大亚湾正务服务中心 然后在它的左边就有一个小楼盘名字是星河半岛 星河半岛的左边还有个小楼盘是风景湾 这两个楼盘都建设的相对较早 然后在左边这里有一个新楼盘 深色的这个名字叫人和美帝 目前建成的部分是它的一期 左边的工地是它的二期 这个楼盘占地面积6.5万平 总建设26万平 人和美帝的右后方 这个楼盘叫豪立天会 然后豪立天会的左边 中间地带的黄中色的楼盘是凯越春天 凯越春天的正后方有个小楼盘叫香树丽院 然后香树丽院和凯越春天的左边 这个小楼盘叫香树玉园 接下来左边中间地带的这个楼盘 名字是太风风铃岸 然后太风风铃岸的再左边 这里有一个小楼盘 名字是千和明居 然后千和明居的后边 左边这里是云水家院 以及后边的国运华府 然后右边的这个小楼盘 是中达巨龙亭 接下来再右边 这个楼盘是海德公馆 也是公园上城的山西 然后再后边中央地带的这个 在建楼盘是碧桂园 成阳印象 然后再后方的一整片 这个深色的楼盘 就是山园大爱城了 接下来左边的这一大片 是华南建材市场 然后华南建材市场的后边 这里有几个小楼盘 分别是明华花园 横岸绿园 以及水墨灵溪 然后在他们龙海二路的路对面 左边的楼盘是金会上园 中间弧形的楼盘是葡提园 葡提园的后边是海惠花园 然后我们向右边飞 来看一下山远大爱城 这个楼盘园林是不错的 不过它的一二期没有地下停车场 接下来后边的两个小楼盘 是惠湾花园和清水湾 然后再向右边看 出现的这个红色的楼盘 就是灿邦新天地了 它的楼下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商业 与万达规模相当 接下来灿邦新天地的路这边 就是碧桂岩泰东公园上城的一部分了 然后紧接着右边出现的楼盘 都是泰东公园上城的范围 然后再接下来 在公园上城的路对面 这两山洞深色的小高层楼盘 是附近著名的豪宅九玉府 然后再回到路这边 右边的新楼盘叫海德花园 其实也是公园上城的一部分 只是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块是由泰东独立开发的 然后在海德公园的对面 这一片单独的楼盘叫海德上远 这样附近的楼盘 我们就基本全看了一遍了 然后我们以倒飞视角往未飞 顺便看一下 整个公园上城这一部分的空中全景 这也是附近占地面积 以及建设规模最大的一个楼盘了 右边还有大片的空地带开发 然后我们在空中围绕着公园上城区域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些值得介绍的内容 首先是右边的这条高速 是惠深沿海高速 顺着高速可以去往惠东的汛辽湾 双越湾等景区 同时也可以去往汕尾汕头等城市 在高速公路的右侧 这边大片的楼盘 就都是大阳湾中心区的范围了 基本上高速也算是大阳湾西区与中心区的分界线了 然后在画面的右边 箭头所指的是西区第一小学科创园分校 这也是给公园上城配套的一个最主要的小学了 然后接下来画面右侧出现的这个在建工地 是西区第五小学 这也是附近非常重要的教育配套 我们前面拍过的绝大部分楼盘 就都属于这个第五小学的学区范围了 而学区的划分就是以丹奥河为界划分的 河那边上西区一小的创新园分校 河这边就上西区五小 后面我们再在空中简单环绕一下整个科技园片区 这里左边有上个小楼盘 我们之前没拍到 分别是天顺郡园 中域海地方 以及上林院 然后我们从左到右 把整个科技园片区整体的大概看一遍 大家可以以更全局性的角度 看一下附近的所有楼盘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 另外前面介绍的全是石化大道以北的楼盘 其实石化大道以南这边还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楼盘 河生石代城我们在这里也给它一个镜头 看一下它的建设进展 然后在这个角度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 在画面上方的远处 箭头索子的位置 这个楼盘的名字叫玉湖关底 好到这里本期视频就接近尾声了 非常感谢您能看到这里 当然如果您都能看到这儿了就帮忙点个赞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给我 感谢转发评论关注作者 谢谢大家